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五百四十三集 天威 王林眼中开河间 爆出一道精芒 他全身三千七百多道生枝烙印 在这一瞬间疯狂地凝聚全身 与此同时 他一拍楚戴 晋翻在手一抖之下 他身体四周顿时出现大量的黑雾 这黑雾中啊 无数静置妖艺的闪烁 天即便在你 也抹不去我的存在 王林长笑中 右手默然向着天空咆哮而来的红雷指去 这一刻啊 王林的风姿如同日月 他头发飘扬 身上衣服吹动 双眼内露出不屈之似 这一刻的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一指下 他全身的黑芒疯狂地冲天而起 旗内蕴含的无数静置 化作一股巨大的黑色旋风迎击天节 红雷落下 与那黑色飓风碰在一起 这一刹那 无法想象的巨像 轰隆隆地在天地之间回荡 天腰城内 无数人被生生震的双耳流血 被生生震的昏厥 万丈广场四周看客 同样如此 腰将之中虽说稍好 但却也全身腰力 不受控制地运转 好似若不如此 便会在这劫雷之声中 崩溃一般 唯有腰帅 才可以面不改色地抬头 看向天节 进帆内所有进制 化成的黑色飓风 悍然不畏地与红雷撞击 刹那间那 飓风好似被一只大手 从内部捏碎一般 崩溃 红雷从中穿过 如同一把利剑 生生地把飓风 从中间分开 飓风寸寸崩溃 其内进制 更是化作虚无 天要杀人 我要灭天 王林整个人 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息 他在那天雷红劫 击溃尽致的刹那 右手抬起 寂灭纸 默然闪烁而出 这不是一道寂灭纸 而是十道 百道 王林左手一拍储物带 大量的仙玉 顿时从储物带内落下 在他脚下的地面上 形成一座小山 王林双脚站在小山之上 身后是那巨大的腰骨 他抬头盯着天空 大量的仙力 顺着双脚 疯狂地融入体内 百道寂灭纸 何为一道 只见一股 粗约三丈的巨大黑芒 从王林右手之上 漠然冲出 直奔落下的红雷 我敢逆天而行 敢保留执念 便是要与这天斗 天杰 你即便可以击碎我的身体 但我的道心 你击不碎 王林眼中之光 在这一刻穿透了红雷 直接进入那红雲之内 天空中 漠然间响起更大的雷声 好似在回答王林的道 百道寂灭纸 化作寂灭之光 这一刻呀 他冲天而去 与红雷碰撞 一声比之刚才 更为剧烈的天之崩鸣 瞬间回荡 整个天空在这一刻 都为之一颤 好似日月颠倒一般 寂灭之 便是吸收一切生机 化成寂灭之力 与天杰 红雷的碰撞中 更是把无数生机吸收 但 他的威力 比之天杰 还是不足 红雷冲击中 寂灭之的黑芒 迅速地消散 转眼间便化作虚无 红雷降临 他的颜色 略淡 王林一头长发飘动 他盯着呼啸而来的红雷 眼中露出一丝 绝不屈服的目光 他索性散去全身的 升之烙印 把三千七百多道烙印 转化成为了 杀戮之气 右手向着天空一指 一道道灰气 疯狂地从其手中冲出 三千七百多道杀戮之气 三千七百多道杀戮之气 掀起一场剧烈的杀戮风暴 王林在这风暴之内 他双目露出浓浓的杀机 杀 王林一声低吼 他手中杀戮之气 疯狂地冲出 三千七百多道融合为一 化作一条苍龙 这苍龙啊 是杀戮之龙 王林双目维红 他不但拥有杀意 而且还拥有杀心 他不是第一个 对天有杀心之人 但能做到这一点者 足以成为一代天骄 真正的天骄 王林的性格 雅兹必报 管你是不是天道 是不是这苍天 你若想要杀我 那么我便杀你 不管你是谁 带着杀心 带着杀意 王林的杀戮之气 化作的苍龙 就好似有了灵魂 好似有了生机 这条苍龙 便是王林逆天的意识 一个杀字吐出 苍龙咆哮中 直接一口吞向红雷 即便是天结红雷 在这一刻 好似都为之一案 被苍龙一口吞下 但天结是天之惩罚 带着天之杀机 杀戮苍龙虽强 可还是不足 苍龙崩溃 可他的崩溃 却是使得红雷更加暗淡 其大小也骤然回缩 苍龙的咆哮鱼音 尚在天空回荡 那红雷却是冲破苍龙的身体 直奔王林 在那天结红雷落下的瞬间 王林全身头发 诡异地飘动 他右手食指上 一抹黑芒 诡异地出现 磨磨 王林双眼中 红光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唯有魔才具备的魔毛 他体内的所有仙力 疯狂地逆转 化作魔力 在这一刹那 王林脚下的仙玉小山 这仙玉本是乳白色 在这一刻 却是好似被墨水淋洒一般 瞬间便被黑色蔓延 几乎是电光火时间 整个仙玉小山 彻彻底底地变成了黑色 其内的仙力 被完完全全地 转化成为了魔力 化魔指 在这一刻 已从未有过的威能 出现在了妖灵之地 即便是司徒南亲林 施展着化魔指 也绝不会比王林高出太多 因为 此刻的王林 他转化的 不仅仅是自身的仙力 更是把无数仙玉 组成的小山 全部随着体内的仙力 而逆转 全部化作了 无穷的魔力 指尖的黑芒 那里面蕴含的 不仅仅是魔力 还有王林的道 他的道 仙道也好 魔道也好 因为蕴含了 对天的反抗 对天的逆行 这一指 点出了王林的心 那黑芒内 更是蕴含了执着 蕴含了王林 为了保留 李木碗的身影 而与天斗的勇气 更是蕴含了 他从一介凡人 经历大难 历经无数险阻 最终踏上了这条 修道之路的决心 与永不屈服的意念 这一指 让所有人 为之动容 黑芒迎向天结红雷 这一刻 整个天地之间 好似回到了 鸿蒙之际 红便是天 黑便是地 这红代表了天结 这黑代表了逆 红与黑的碰撞 惊天动地 天崩地裂 整个天妖城 在这一刻 都为之颤抖 这颤抖蔓延 方圆无数里内 尽是山摇地动 一阵阵碰碰之声 不断地 从大地内 回荡而出 好似有无数奔雷 在地底 乍响一般 在这震动中 形成一股 无法形容的冲击 万丈广场 全部碎裂 四周看台 全部坍塌 无数人 被狂风卷起 向四周 疯狂地甩去 所有的妖将 全部急速地退后 好似晚上一步 便会被牵连在内一般 腰帅 面色微变 一个个散开 唯独天帅 他距离亡灵最近 此刻目睹了一切 却是轻叹 右手探入怀里 拿出一个储物袋 从储物袋内 飞出一个玉瓶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 一甩之下 扔向亡灵 随后转身离去 在亡灵的上空 黑与红同时消散 天结红雷 在近翻百道黄泉 三千七百多道 蕴含了亡灵 沙天之心的 杀戮之气 化作的苍龙 把无数咸欲 全部逆转 炼化而出的 巅峰化魔指 在这无数的神通 一一消融之下 天结红雷 终于散了 红雷消散的一刻 大地不在阵 略有恢复 整个天摇城内 无数人的恐慌 形成一股 极为压抑的气氛 笼罩四周 在消散的瞬间 王林面色苍白 天帅扔出的玉瓶 被他抓在手中 其内只有一粒丹药 这丹药 王林没有服下 他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抬头看向天空 天要杀人 却仅仅一道雷解 王林不信 画坊上的青年 他此刻同样 神态凝重 望着天空 脸上引有金融之色 天空 红云并未消散 但也没有任何剧烈的反常 好似一切都安静下来 但这安静 却是无形之中 转化为一股压力 笼罩天地之间 这 这是 青年面色大变 他再也无法保持 从容的神色 身子虚空一塌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他出现时 却是在了帝都上空 在这个位置 如此的接近天洁红云 即便是此人 也不由地偷皮发麻 这次 有些弄大了 青年苦笑 他身子几乎刚一出现 便立刻伸出右手 抓向亡灵 他要把此人 从帝都内抓出 让其在别处杜截 若是这天洁 如他之前猜测 那他也不会 如此惊慌 可现在 这天洁 却是让他 有种不妙之感 刚要伸手 此人立刻停止 抬头看向天空 苦涩地想到 对小家伙 被天洁锁住 此刻把他移开 我做不到 青年深吸口气 毫不犹豫地 伸开双臂 身子一晃之下 由一变二 由二变四 整个人刹那间 化作八人 八个一模一样的青年 迅速顺移至天邀城 八个外城 施展大挪移之术 应是把这八个外城内 所有的居民 在瞬间全部转移 这种神通啊 其强大的程度 已经达到了一个 相当的高度 即便是此人 也是施展了 最隐秘之术 才勉强做到 就在他刚刚 做完这些的一刹那 天空骤变 天空的红云 从四周迅速凝聚 笼罩整个天邀城 一股威严 缓缓缓地从天落下 这威严几乎刹那 便把整个天邀城覆盖 青年此刻身在城外半空 察觉到这威严的瞬间 却是面色再变 这 这是天威 他立刻毫不犹豫地 身子迅速落地 落地后 他苦笑道 天威降临 老祖宗们 不知会不会出现 王林站在处处碎裂的 万丈广场上 望着天空 其眼中不屈的目光 没有半点改变 天劫 第二次惩罚降临了 这一次 天劫是以天威出现 天威 什么叫天威 天威便是天之威严 天威之下 万物俱灭 天威一动 风云色变 天威不容任何生灵反抗 天威之下 你必须要屈服 屈服在天之下 威之中 这便是天威 天威降临 一股巨大的压力 从天而降 天空之上 巨大的红云 漠然间 奇奇下降了一寸 这一寸的下降 顿时使得 王林四周碎裂的广场 在这一瞬间 砰砰砰地 全部爆开 那行程的气浪 尚未掀起 便立刻被生生地压下 打入地面之内 天威之下 这气浪 没资格掀起 王林只感觉 身子一沉 好似有万精之力 压在了身上一般 他身体内传出 阵阵清脆之响 这一刻 王林有种 夹在了天地之间 被这天地 挤压的错觉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